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南投现于池湘公所举办第42届三将杯软式网球锦标赛,12日社会男女组赛成因英语缅缅,场地失华,比赛被迫中断,最后在文昌帝军线正下,进行直角大赛三战二胜一绝高下,以直角胜杯数多寡定输赢,应该是全国各种球类竞赛失无前例。 为期四天的三将杯软式网球锦标赛,11日在于池湘立网球场开打,区分国小、国中、社会、壮年、长青、机关等六大组别,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好手,总共77支队伍参加。 昨日锦标赛第二天赛成是社会男女团体组,此次社男组有12队,社女组有6队报名参赛。 为当天英语不断开打时间,从最初上午8时30分许一指展延至上午10时许语是人无停歇之事。 公所见此状况,遂与大会裁判找来预赛各队的领队及队员代表一起沟通,基于选手安全考量,公所也希望赛事能延期。 不过,参赛队伍绝大多数来自外县市,包括屏东、新北、新竹等县市,不但路途遥远,且平时都要工作。 若赛事延期,日后能否请假也是一大问题。 由于网球场后方就是地方信仰中心穷文书院,最后大家决议交由神明决定。 所以在文昌帝军建政下展开三战二胜的直角大赛,结果最大赢家是屏东县潮州队设男卒以2比1成官,设女卒则获得亚军。 而于池王伟A队以2比1的比数击败屏东潮州女子队夺冠后,队员们既开心又兴奋地表示,神明还真是贴心,不忘眷顾在地队伍。 于池校长程锦伦指出,天后好坏,非人力可以左右,他也尊重大家讨论产生的游戏规则。 既然户外不能打球,改在室内直角比赛,今日是今日必的态度,或许也算是另类的运动家精神。